大家好,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源社外交事务的文章,作者,简佩莱茨,Jane Perlis,中文名为裴若斯。 第后,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冷战。 1952年秋天,两名年轻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在朝鲜登上了一架没有标记的C-47飞机,飞往中国北部东北的敌方领土。 他们的任务是,接一个在中国待了几个月的中国特工。 美国人计划低空飞过地面,释放一个钩子,将特工从寒冷而险恶的地形上拉下来,然后返回韩国的安全地带。 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军官和他们的两名飞行员没有掩护,也没有退出策略。 他们之间只会说几句中文。 当飞机接近接机点时,一轮满月在上方,一阵枪声猛烈撞击机身。 C-47坠毁,飞行员丧生,军官搁浅,他们很快被抓获。 一张模糊的照片显示,茫然的美国人穿着冬装,站在田野上,一名中国士兵正在榜首。 这个失败的秘密任务被保密了几十年。 被捕的间谍约翰,唐尼和理查德,费克图在严酷的中国监狱中度过了二十年,经常被单独监禁。 Facto于1971年获释,刁尼于1973年获释。 这一突破,得益于美国总统李查德尼克松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外交,以及唐尼的母亲玛丽的顽强努力。 他五次前往中国探望他被监禁的儿子。 被美国政府蒙蔽的新闻界对该案兴趣不大。 两本新书,约翰·德鲁里·John Delory的颠覆的特工,约翰·唐尼的命运与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秘密战争和迷失在冷战中。 杰克·唐尼的故事,美国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战俘由约翰·唐尼·托马斯·克里斯腾森和杰克·唐尼合着,讲述了这个拙劣的秘密行动以及围绕他的黑暗和奇幻时期的故事。 尽管即使在华盛顿承认了这两名被监禁的中央情报局特工的身份之后,这两名被监禁的中央情报局特工的故事仍然是一个次要的历史注脚,但它充分说明了冷战初期美国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态度。 美国领导人对毛泽东失去中国的记忆犹新,引发了对北京与苏联步调一致的担忧。 华盛顿思想开明的中国官员对试图推翻一个控制着五亿多人民的政府的愚蠢行为感到绝望。 德罗瑞是韩国研士大学的中国研究教授,他利用自己的叙事天赋和对超现实细节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了朝鲜战争后华盛顿的绝望, 以及利用出出茅庐的中央情报局来尝试的重大决定,破坏毛泽东的中国。 他表明,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及其政府成员拒绝相信毛泽东政权完全控制了中国, 导致对政府知之甚少的官员做出功能失调的决策,他们坚决反对。 唐尼对那个时代的描述更为简洁,坚持他长期被囚禁的叙述, 但他的叙述仍然揭示了美中关系的这一早期篇章。 唐尼的简短回忆录首次出版于《迷失在冷战》中, 连同克里斯腾森的评论和唐尼的儿子杰克的感人厚继。 随着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逐越恶化, 这两本书中讲述的美国对共产主义中国态度的基本故事在今天具有新的意义。 它显示了当意识形态的顽固性胜过理性决策时, 以及当政策制定者被对他们不完全理解的对手的不屈不挠的反对所引导时, 会发生什么? 在德鲁瑞的故事中隐含着美国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民主的持久愿望。 但这两本书表明, 当这种冲动应用于一个大部分力量来自反对美国的政权时, 为什么这种冲动是不切实际的, 甚至是不明智的? 激起意义。 唐尼和费克图不幸飞往中国东北, 这只是中央情报局在朝鲜战争期间实施的众多所谓第三部队行动之一。 自1940年代以来一直流传的第三种力量的想法是, 中国的正确领导人既不是激进的共产党人, 也不是专制的国民党人, 而是中间派的替代者。 这种想法认为, 通过支持第三种力量, 华盛顿可以鼓励在敌后进行颠覆活动, 并动摇起意识形态敌人的稳定。 1951年, 时任中央情报局计划副主任的艾伦杜勒斯向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顾问小组解释了第三势力背后的逻辑, 你必须有几个劣势。 他说, 有些人必须被杀。 我不想开始一场血战, 但我希望看到事情开始。 我认为我们必须冒一些风险。 美国在中国境内煽动抵抗的正式战略是基于查尔斯·威洛比将军的提议。 查尔斯·威洛比是一名强硬的反共分子, 他曾在1940年至1951年担任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主管。 但威洛比对中国的了解是有限的。 1950年, 他选择无视中国将介入朝鲜战争的明显迹象, 即使25万大军集结在东北。 尽管如此, 在1951年, 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了一份文件, 呼吁在中国进行颠覆活动。 第三势力的想法源于在毛泽东领导下对中国做事情的愿望。 中国被关闭了, 除非通过秘密手段, 否则没有出路。 于是, 政策就脱离了事实。 艾森豪威尔喜欢逃往台湾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 美国国务卿迪恩爱奇逊没有认为蒋是失败的事业。 有一次, 政府内部的辩论转向策划一场针对蒋介石的政变, 以此作为给国民党一个新面孔的方式。 最终, 华盛顿决定不让蒋介石下台, 而是发起了一项随意管理的破坏共产党统治的计划。 香港是大约100万逃离共产党的中国人的避难所, 成为第三势力的活动中心。 中央情报局支持的自由民主中国战斗联盟在那里开展活动, 从难民中招募志愿者, 训练他们成为反共步兵, 然后偷渡到大陆。 他们被派往日本冲绳和西太平洋美国控制的瑟班岛接受反革命训练。 为了领导这项工作, 美国人聘请了对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怀有不满的将军张发奎。 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一次令人难忘的谈话中, 张警告一位美国组织者, 任何登陆大陆的人都会被抓获。 他说, 共产党人会处处以智取胜外国势力。 他还争辩说, 关于中国境内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大部分情报都是假的。 张的怀疑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他仍然接受了美国计划中的领导职位。 唐尼获释后离开中国前往香港, 1973年3月。 在瑟班岛, 中央情报局对新兵进行意识形态指导, 跳伞、通讯和爆炸物方面的培训。 新兵由民航从香港飞往瑟班岛, 民航是中央情报局旗下的航空公司, 由美国飞行员克莱尔陈纳德创立, 后来在越南战争期间以美国航空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 该航空公司的运营总监乔·罗斯伯特并不乐观。 我对华盛顿所谓的思想家制定出这些极其愚蠢的计划感到厌恶, 他在日记中写道, 优异中国通罗斯伯特想要更大、更积极、 自今更充足的努力。 一直以来, 代理商都在中国开展业务。 唐尼和费克图奉命去接一名这样的特工, 并将他安全送回韩国。 当唐尼和费克图动身前往东北时, 陷阱已经设下, 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 当C-47飞越鸦绿江接走特工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已在等候。 毛泽东在严密组织村委会和党支部的基础上, 组织了一个全方位监视国家。 公安的天罗地网几乎逃不掉。 毛泽东的自上而下的体制, 确保了社会各个角落都有人为间谍, 这是当今中国国家高科技全面入侵的安全机构的先驱。 早在唐尼和费克图离开韩国之前, 共产党就抓获了一名第三部队无线电操作员并将他转交, 如果他继续通过无线电向在日本的美国人保证一切正常, 他就会宽大处理。 当C-47出现时, 共产党人已做好准备等待, 被一气的劣势。 中央情报局的记录显示, 在朝鲜战争期间, 有212名第三部队特工空降到中国, 其中111人被俘, 101人被杀。 也就是说, 没有一个成功。 正如德鲁莉所指出的, 劣势的活动没有煽动反革命, 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毛泽东以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 反对新的共产主义国家为由, 为加强对人民的监视和镇压辩护。 两年来, 华盛顿一直认为唐尼和费克图已经死于坠机事故。 当然, 中央情报局推断, 如果中国人活捉了美国人, 他们会出于宣传目的而吹嘘, 但中国人保持沉默。 然后, 在1954年的感恩节那天, 毛泽东宣布这些人还活着并且是中央情报局特工。 唐尼和费克图入狱的消息,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 重新引发了关于如何应对中国的辩论, 他的存在仍在折磨着冷战战事。 五角大楼想在中国沿海建立海上封锁线, 抓捕船只和船员, 作为这两个美国人的筹码。 最初的奋恺平息后, 美国驻日内瓦使团负责谈判释放两人。 中央情报局编造了一个故事, 说唐尼和费克图是国防部的文职雇员。 如果他们实际上是间谍的消息被泄露, 他们的公关助理已经准备好让机构高管 去找一家新闻机构的高层人物, 以扼杀一个故事, 得了理回忆党。 但这两名囚犯从来都不是 华盛顿记者关注的主要焦点, 在朝鲜战争以不尽如人意的方式结束后, 他们对中国和亚洲已无动于衷。 在所有人中, 尼克松用扭曲的语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唐尼案涉及一名中央情报局特工。 纽约时报标题是尼克松承认 在中国入狱的美国人是中央情报局特工, 但这个故事被埋在了报纸里。 唐尼和费克图在毛泽东的监狱里腐烂时, 表现出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忍耐力。 唐尼的儿子杰克讲述了他的父亲 如何遭受两年的无情审讯, 长期带着脚铐, 以及被单独监禁在一个五成八英尺的牢房里。 当法官宣布判处无期徒刑时, 他的翻译得意地笑着用英语说, 你本可以被判处死刑。 唐尼的母亲将他儿子的困境一直摆在华盛顿面前, 每次去中国旅行后都会公开他的监禁情况。 唐尼的家人给他送来食物, 书籍,报纸和第一期体育画报。 唐尼自学了一些俄语, 由于他的共产党卫队非常乐意让他接触俄罗斯文学, 他阅读了俄文版《战争与和平》的部分内容。 唐尼和费克图在毛泽东的监狱里腐烂时, 表现出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忍耐力。 1956年, 中国提出了一项可能导致囚犯获释的提议。 北京的提议是邀请美国记者来中国报道中国的情况作为交换, 美国囚犯将被释放。 中国政府还要求华盛顿承认唐尼和费克图确实是中情局特工。 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艾伦的兄弟拒绝考虑这个计划, 他说美国不会与共产党人做交易。 杜勒斯的固执意味着唐尼成为历史上浮行时间最长的美国战俘。 到1958年, 瑟班岛的核子企业关闭。 中央情报局将目光投向了西藏的另一个第三势力项目, 这几乎是在中国北方注定失败的冒险的重演。 缺乏经验的美国教员将西藏自由战士派往中国西部, 尽管这些教员不了解西藏也从未到过那里。 数百名受过美国训练的藏人被杀害或俘虏, 没有一个人被解放。 1971年, 在尼克松抵达北京之前, 基辛格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会面时承认, 费克图和唐尼做了任何国家都会认为是非法的事情, 这是对他们真正雇主的暗示, 足以让周恩来承认。 Facto于当年12月获释。 1973年3月, 唐尼穿过连接中国南方和香港的大桥走向自由, 他回到了他心爱的康涅迪格州, 上了法学院, 成为了一名法官。 唐尼在他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说, 我被派去为一个我不认识的国家而战, 去训练我不会说语言的游击队, 我在一次我不应该乘坐的航班上被击落, 并因将一根杆子从飞机上伸出来而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椭圆形办公室, 他的自由被认为是政府的胜利, 仅此而已。 基辛格对尼克松说, 我们从唐尼这件事上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Delurie以火热和震惊的方式, 重述了美中关系史上这一非凡的插曲。 你几乎可以听到他在问, 这怎么会被批准? 为什么以这种粗略的方式, 试图推翻执政的共产党政权如此紧迫? 他对上海和香港档案中的共产党资料进行了挖掘, 得出了满洲条件的详细细节, 比如社会纪律言明的组织成微小的细胞, 这是理解毛泽东执政头几年的关键。 唐尼和废克图的《勇敢是故事》中的故事。 相互误会 1969年, 当唐尼和废克图仍在狱中, 华盛顿仍拒绝承认北京政府时,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纳森·斯宾塞出版了《改变中国》一书。 在这本书中, 他详述了数百年来西方领导的善意地改变中国的项目, 从耶稣会是立马斗在16世纪后期传播基督教的常识, 到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将军方阵的部署。 德鲁里是Spinns在耶鲁大学的学生, 他追随这位杰出导师的脚步, 进行了引人入胜且重要的案例研究, 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迷失在冷战中讲述了一个美国人在愚蠢的决策中首当其冲的遭遇。 德鲁里更广泛的历史叙述, 重点关注华盛顿在1950年代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总体关注, 以及后来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外交隐含在唐尼的故事中。 他和费克图所遭受的苦难是不了解或盲目不愿承认共产党已完全占领中国的直接结果。 这一失败直指高层, 在他担任总统期间, 艾森豪威尔一直低估毛泽东高鼓蒋介石。 在他的结论中, 德鲁里是正确的, 他认为美国人在大约70年前制定的错误政策提供了一个警告, 提醒人们在美中关系恶化的时刻不要做什么。 他写道, 回到冷战时期的秘密颠覆模式的诱惑, 不仅在陆地、海洋和空中, 而且在从外太空到网络空间。 在他的结论中, 德鲁里是正确的, 他认为美国人在大约70年前制定的错误政策提供了一个警告, 提醒人们在美中关系恶化的时刻不要做什么。 他写道, 回到冷战时期的秘密颠覆模式的诱惑, 不仅在陆地、海洋和空中, 而且在从外太空到网络空间的看不见的领域, 应该让我们停下来, 看看那是如何发生的第一次尝试就去了。 华盛顿不应忘记这一教训。 以上这篇文章来自美国《外交事务》, 我们的翻译只是让大家迅速了解这个故事。 大家需要前往《外交事务》的网站, 读到真正有品质的、准确的原文。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